Omicron第四波疫情持续升温 根据机关书统计从5月17号到23号 平均每日的中重症新增204例 比前一周增加超过三成 近期诊所病患激增第一线医师Poven 描述现在疫情一路向上 患者看不到镜头 新冠比例还是居高不下 每个诊都要加班才看得完 5月份比4月大概增加两三成 一到两成的病人是属于新冠的 还很多确诊者 甚至很多的二次确诊 近期确诊人数激增 不止XBB成为本土主流株 上周新增16例感染XBB.1.16大脚新 肾脏科医师洪永祥市井 慢性病患者确诊的杀伤力超大 肾脏病患者近期少去人多的地方 最好鬼鬼待在家 专家黄立民认为 这波疫情可能会拖很久 4月就开始有疫情了 那现在5月只是越来越明显 那6月可能会越来越高 它说明会降得很慢 可能都到7月8月都有可能 专家黄立民分析 第四波疫情的主要症状 大多为上呼吸道症状 包括鼻塞 咳嗽 呼吸道肿胀 重症比例并没有特别提高 那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个 还是有不少人还在上一波的感染 或者是打疫苗的免疫力的伪生 黄立民医师提醒预估 这波新冠疫情在6月份 可能会更严重 医疗量能 甚至可能在一个月后出现紧绷状态 警官署也预估疫情还在升温 下个月抵达高峰 5月24号起 65岁以上的长者打疫苗 送500元以下的未教品 专家也提醒民众自主戴好口罩 避免病毒上升 借于盛行承亮台北赛方报道